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白宫官方网站今天发布了纪念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公告 公告宣布拜登已经下令美国及其属地上所有悬挂美国国旗的地方降伴其致哀 直到5月16日的日落 拜登在公告中说今天我们纪念一个悲剧性的里程碑 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 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损失 对于那些悲伤的人我知道你们心中那个黑洞有多痛 但我也知道你所爱的人从未整整离开 他们将永远与你们同在 芬兰总统和总理今天表明赞成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让芬兰对加入北约的态度大转弯 芬兰和俄罗斯的共同边界长达1300公里 两国过去有许多历史纠葛 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之后 芬兰渐渐逐步以伙伴身份加速和北约合作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 我们希望这项决定的法律程序可以在未来几天内迅速进行 声明中表示加入北约组织将强化芬兰的安全 身为北约成员芬兰也将强化整个防卫联盟 芬兰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将在15日开会宣布正式决议 南加州城县拉古纳尼古尔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火灾 丛林大火灾来自海洋强风推动下迅速蔓延 并烧到了一处高档社区 导致20多栋豪宅被烧毁 附近数百户的住家被要求紧急撤离家园 一些道路也被关闭 即使到昨晚火灾面积已经扩大到约200亿亩 暂时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 消防队员今天仍在努力灭火 当地消防队长表示期货原因还不清楚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但由于植被干燥 像这样的大火将会更加的普遍 中国重庆江北机场 今天上午一架西藏航空班机起飞时冲出跑道 起火燃烧 据报道这架空中80A319客机在起飞过程中 机组发现了飞机异常中断起飞 飞机偏出跑道左侧燃起熊熊烈火 机上有113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 航班机组人员和旅客紧急撤离 多量消防者随后赶到救援 有20多名旅客受轻伤 现场名或已被扑灭 受伤的20多名旅客都是轻伤 已送往医院治疗 台湾今天公布新增65,444例新冠确诊病例 分别为65,385例本土病例及61例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17例死亡病例 新增病例超过1万的市线分别为新北市2万3788例 台北市1万751例 桃园市1万39例 指挥中心指出当天新增17例本土死亡病例 为9例男性 8例女性 年龄介于60多岁至90岁以上 其中15例有慢性病史 6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近期期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